看啥? 我們現在在神崗 我們現在要嚴肅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對面是一堆墳墓 我們今天要賣的是建地家農地 但是它對面 比較比 有一些 不近 但是它其實景色還不錯 因為都是水稻田比較多 漂亮的景水稻田 那今天是這個建地 21坪半的建地 就是這一塊 然後 它還有 139坪 139坪的農地 在它的正後方 農地在它的正後方 這一塊 它現在是雜樹林 雜樹林 你是說這一塊是建地 建地 可以蓋房子 建地的後面 是農地 可是中間還隔著一個水溝 這是水溝 這是水溝 國有的水溝 國有水溝 灌溉溝取 可以灌溉你的農地 所以灌溉是沒問題的啦 對啊 蓋起來就看 看是要自住還是怎麼樣 那 就 不貴啦 1088萬總價 等於一坪多少錢 因為它有農地價建地 它是一個總價 如果說以現在 這邊建地的行情 大概 這附近我們有一塊建地 它開價一坪是25萬 如果這樣就500萬 500萬 這邊這附近就是 前面一點點 那邊有一塊建地 一坪是25萬 也是 路大概也是這樣子 不大 有些地方不能會車 大概要閃一下這樣子 然後 以農地的價值 500萬 那這600萬的 農地價值 那一坪等於大概是 4萬塊 這樣算很便宜 因為這裡的農地 很多都是開價六七萬 為什麼 都內 算 有些 它有一些是都內的建地 都內農建地 但是它這個 這邊 它其實我們這裡 在 社口 社口 郊外一點 社口 這邊過去就是高速公路 這邊過去是高速公路 社口交流道那邊 風源交流道那邊 大概過來五分鐘 大約五分鐘 所以這邊離市區算蠻近的 這次路沒有很大條 有些地方是不能會車的 但是 有很多人想要找的就是建地加農地總價不要太高 這個就還蠻多 就很適合 就很符合 你可以蓋房子又可以種東西 然後農地又不用太大塊 就是好整理就好了 可以蓋房子可以蓋成像隔壁這樣子 沒有辦法蓋那麼大間 我們 21坪 你說蓋個12 12、3坪 一層 12、3坪 算還 就還可以 以前可以蓋 以前都蓋滿的 以前都蓋滿的 現在不行 現在很嚴格 好喔 可以遙望祖先這樣子 好喔 如果你有興趣 大概四口附近而已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找我們來 一架 可能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 這個地點還蠻明顯的 好 那希望你有興趣 會來直接找我們 請打我們的電話 加我們的Line 我們給你更詳細的資料 好啊 謝謝你們 拜拜